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大S力争抚养权 为何赵丽颖 孙怡和杨颖不争 原因简单惹争议 娱乐圈中明星们的私生活非常的精彩 明星们的感情生活也是广受关注的 明星们平时的工作十分的忙碌 所以很多感情也是因为聚少离多惨遭破裂 不过在娱乐圈中也并不是没有美好的感情 但是这些美好的感情的保质期却是非常短的 大S和汪小菲在参加妻子的浪漫旅行的时候感情非常的好 很多粉丝也是非常的羡慕大S 因为汪小菲对大S真的是非常好非常宠溺的 当时两人之间的感情也是被很多女孩子向往 但是参加完节目不久两人就离婚了 当时两人离婚的时候爆出汪小菲婚内出轨 很多人对汪小菲也是口诛笔伐 但是想不到两人离婚不到 一个月的时间大S就火速再婚了 所以对于两人离婚原因网友们也是展开了猜测 特别是在大S再婚之后两人之间的事情更是闹得沸沸扬扬 两人离婚后两个女儿的抚养权归大S 而大S和女儿的生活费依旧需要汪小菲支付 但是在大S再婚之后汪小菲不愿意支付大S和丈夫的抚养费 却被他告上了法庭 真的是十分的搞笑的 两人为了孩子的抚养权也是产生了很大的矛盾 最后孩子一直跟着大S 很多网友猜测之所以大S争夺女儿的抚养权 是因为不想工作 有了女儿的抚养权生活费用就由汪小菲负责了 对于这一说法很多网友也是表示赞同 但是在娱乐圈中更多的女明星 在离婚之后是不争夺孩子抚养权的 像是赵丽颖、杨颖和孙怡等 她们在离婚之后孩子的抚养权都归孩子负气 其实作为明星这样做的原因也是十分的简单 因为女明星的工作十分的忙碌 经常天南地北地飞 即使要了孩子的抚养权也无法经常陪伴孩子 而男方的经济实力十分强 女方在共工作之余陪伴孩子也是一样的 而且很多网友也是表示孩子跟着男方 户口跟着男方 接受教育也是更加有利的 所以这也是很多女明星不争夺孩子抚养权的原因 自己没有时间给孩子无微不至的照顾 经济实力也比不上男方 但是大S不同 她还要依靠汪小飞抚养女儿和自己 甚至还要前夫负责现任丈夫的生活费 所以才会大肆争夺孩子的抚养权 对于今天的内容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吗 在评论区中留言交流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